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提示 關於我們練場玻璃 可以看到一個感覺 有一點提示 有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或者可以做多一點的 一個提示就是 接著玻璃,接著玻璃 我試一下給大家看 這個可以令到你打,打兩下 接著玻璃,令到你的手 可以有柔軟的感覺 做的最重要是有感覺 你怎樣做呢 就投給了你開練 特別是這段時間 做一種示範給大家看 我打兩下方,第三下我們會接著玻璃 記住要輕輕 接著玻璃,接著玻璃 接著 接著玻璃 接著 大家看到剛才我都是 在玻璃接著玻璃 我整個時候都儘量在前面 拖進來 我不會在後面接著 再挖在後面,因為沒有位置 所以要記得在外面外 去外,或者手要輕輕 去接著它,當作一隻雞蛋 或者你當作一隻雞蛋 很重的東西 可以接著它 這個會幫助大家 發展到感覺 所謂的感覺 感覺 希望你喜歡這支影片 希望大家在這支影片 希望大家在這支影片 在這支影片中 可以幫助你的時間 希望你喜歡的分享 希望你喜歡這支影片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可以透過這支影片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